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慕 不见面了 这一次是不是更新的比较勤快呢 今天给大家主要分享的呢 是关于这个内衣 我的内衣的分享 说起来还是有一点点害羞 这个话题 非常的不好意思 之前呢有一些妹子们都在问我说 这个小胸吧怎么样去选这个内衣 以前我没有研究过 大家知道我是一个飞机长 就是很平很平 大家知道我呢就是小胸妹子当中的一名 你说吧这心宽体胖的 为什么胸它不胖一点呢 这肉就长在不该长的地方上 我真的是很无奈呀 嗯 胳膊上的肉 大腿上的肉 还有脸上的肉 分一点给我的胸上 那内衣方面呢 我个人会比较注重一点 然后选到了几款 适合自己的分享给大家 这次内衣之前呢 我先吐槽一些我以前买过的一些内衣 第一款内衣呢 就是我以前买的这种少女型的内衣 我也不知道我一个老阿姨 她为什么要选你这样的内衣呢 可能是因为当时觉得她太可爱了 可是没有想到她不仅不聚拢吧 还压得我难受 这种内衣呢她就很软 就没有一点点聚拢的那种 尤其你知道现在我们女孩子 如果不早一点就是注重这个 防止下垂的话 这个胸型发展的会 不是很好看 除了厚杯和薄杯呢 还有这个二分之一杯啊等等这样 分的是很细的 那时候我买内衣的话呢 就几乎就是瞎选吧 然后你们看就是这种很厚 里面也很厚 大概有这么厚 这个内衣呢她就是很厚很厚那种 我以为她会聚拢很好 因为她底下有这个圈 她不是钢圈会比较软 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穿上的时候 她这个居然空了 这么厚 我穿上居然有点空 而且并没有把它衬托起来 所以呢这真的买的太失败了 我想吧可能当时我是也是看过 很厚重的这个颜值 而且呢我去实体店去买那个内衣的时候 真的很尴尬很尴尬 但是那个导购她太热情了 她就你们知道 试衣间的时候她她会进来 然后帮着你试穿 我觉得好尴尬呀 大家都知道如果进实体店买的话 导购她是特别热情 反正我每次去买的时候 她就恨不得进来帮我穿 而且也确实帮我穿过一次 嗯虽然说呢都是女孩子 但是还是很尴尬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 我应该在网上买 但是你们知道网上买的话呢 一定要做好功课 因为她很有可能买到一些雷品啊 或者说买到不适合自己 因为你当时并不能试穿嘛 这款呢就是这种最近很流行的美背款 这个你们看我现在选内衣呢 我不会去选这种有花纹的 真的吃了太多的亏了在那上 我比较喜欢 现在比较喜欢这种比较光滑的这种面料 嗯然后她这个内衣呢 其实就是比较适合穿那种露背的衣服 然后呃你们看她后面 她是有这种设计 肩袋设计是特别好看的 然后她前面呢是这种前扣式的 她不像我们以前那种款的话 她的巨笼肯定会非常的好 嗯我自己穿的话呢 她当然会比较紧 因为她要巨笼嘛 尤其是呃这种衣服 主要是用来那个露背的那种衣服 还有就是海边玩的时候 嗯穿一个防扇服啊 或者说呃小吊袋啊 这种美背款呢 它有很多其他的颜色 但是我选择的是这种黑色 因为我觉得黑色这个 袋衫中水钻的话会非常的好看 而且比较好搭衣服 别的颜色除了白色以外 我觉得别的颜色我hold不住 看一下嗯 现在这个内衣做的真的是蛮厉害的 像妈妈那一个年纪的人 他们穿的都是有钢 钢圈这个东西呢 其实对胸部是不是很好的 嗯虽然说它的巨笼会非常的棒 但是它会造成这个底部的血液不流通 而且呃人这块是有很多淋巴结的 如果血液不流通的话 可能会导致那个嗯 增生节节呀之类的东西 反正女孩子吧 平时呢呃都做一点按摩 拿那个精油做一点按摩也会比较好 选内衣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舒适的 我个人不太喜欢带那种硬硬的钢圈的 所以也不太推荐你们买那种带钢圈的东西 当然了也不能买那个像我之前给你们展示的 像初中小女生买的那种 完全不聚拢的那种 你就等着胸下垂 你就得等着胸下垂吧 更喜欢就是这款运动内衣是白色的 它里面的这个垫呢 它是有一个小的这个手 传说中的男友之手 嗯好尴尬啊 嗯 我个人呢觉得就是 这一款是我穿的所有内衣里面最舒服的一款 就少这个聚拢的效果 它的聚拢效果也是可以的 当然没有那种美背款的聚拢效果要好 但是它对这种有妇孺啊 这些问题的女孩子呢 也是非常好的 我给你们试穿一下吧 因为这种呢是那种小背心型的这种 它平时呢你们运动的时候外面搭一个小外搭就OK啦 听说这个聚拢效果是这几款里面最好的 嗯对于我们这种小胸妹子呢 会比较友好 它是这种二分之一杯设计的 嗯也是没也是不带钢圈的这种很软 嗯买的当然不带钢圈 我不喜欢钢圈 把它这个肩带给拆下来 它这个肩带拆下来之后 一点也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聚拢效果 嗯我如果说像像穿这种衣服啊 我就会穿这种内衣 像我平时呢穿这种吊带裙的时候呢 如果有内衣袋子真的特别尴尬吧 像这么细的袋子遮又遮不住 所以嗯可拆卸的这种是我最喜欢 这种蕾丝花边的设计呢 露一点点也是嗯有一点小心感会比较好看 它会有这种花纹在上面 穿那种薄薄的衬衫什么的 就不会有那种突起来 花边突起来的那种尴尬 现在呢就是穿上这个内衣的效果 嗯你们看一眼 它侧面会收的比较好 然后这边也不会有这个妇虏的这个问题 好像笨啊跳啊什么的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重点是它真的超级舒服 关于内衣呢我还有一点要说的 就是希望女孩子们平时呢 背一个这样子的软齿 一定要记得量子 这个视频呢给大家带了一点点的福利 具体的福利内容呢看下方字幕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